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纯似rodove》 《相纯似》 《相纯似》 《相纯》 《相纯似》 酒汤 漸漸地美在城口 为理辙 残酒 一年过了 又一年 烫 透出的香味 应免的记者 这是一个酒窖 我们知道 黄酒最主要就是 要看那个木桶 这个木桶 假如用了几年以后 就要淘汰 不然的话就没有那个味道 所以这里面 我就写说 米在成功的 在为礼白 我们礼白是师仙 他一种爱酒 师伦爱酒 所以这里的礼白 是中国的礼白 不是其他礼白 我们知道说 为礼白温酒 就知道说 爱酒的人 我们都可以 生他礼白 一年过了又一年 我主要要告诉人家说 这个桶 一透出的香味 是因为记得 因为有人说 这个木桶 假如用太酒了 那个酒的味道就没有了 所以一定是 用一两年就会换 淘汰 这里面说这个木桶 老师那天去的状况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 四酒 七酒 你不知道 我们现在一年 如果有的人去的时候 老闲一定会拿酒出来 拿酒出来 他是给你七酒 他会拌 他会拌 那个 那个 但是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要品酒 你绝对不能说 每一杯来 你就喝光喝光 你等下醉掉了 所以 喝完以后 我们那天中午 就在那酒厂那吃饭 因为 这个漫游的 这个欧侣姐姐 他刚好是 跟这个酒厂 有熟悉 所以我们特别去 就在那边吃饭 觉得那边喝的酒 跟台湾的一样吗 我们台湾的红酒 大概部分比较甜 然后我们从欧洲来的酒 那个希拉的酒 白酒也不错 红酒也不错 有特殊的风味 特殊的风味 酒汤 点点米在村口 为你博 我酒 一年过后 又一年 汤 透出的香味 英文的基地 打净 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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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